皇上身边有鹰靶石啊 当这靶石把眼罩摘下去以后啊 这鹰一见阳光一害怕 巴唧掉在地上死了 这康熙皇帝立刻龙颜大怒 因为在满洲送这种江碧的猛禽猛兽 那是对人最大的诅咒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师 康熙47年11月14日 正是初冬的天气 就在这天 康熙皇帝叫了大旗 召集满朝文武 在朝堂之上 供选出一位太子的人选 康熙皇帝的意思啊 是复立废太子 这老皇上琢磨着 他的意思啊 这满朝文武都已经领会到了 做了47年的军军沉沉 他心里踏实智能 这点默契啊 还是应该有的 可是事情的结果呢 却大大出乎了康熙皇帝的预料 这大家公推出来的太子人选啊 竟然是八个印寺 当了47年的皇帝 经历了无数惊天大事 这康熙皇帝却第一次感觉到了危机 在老皇上的眼里 什么敖拜专权 三藩作乱 北疆的格尔丹 台湾岛上的政经 这些个事啊 都比不上眼头露公选太子这件事 给他带来的压迫和危机感 因为他突然发现 做了47年皇帝 自己在朝臣心目中的权威 还不如自己的皇子印似高 这皇上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因为他害怕了 这用句糙话说吧 这康熙皇帝是连耍无赖 再耍心计 终于复利了太子 可是康熙皇帝同时也意识到 既然公选太子一世 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 那么他带来的弊端 马上就会呈现出来 自从康熙皇帝提出要公选太子 各位皇子就摩拳擦掌 都觉得这是个机会啊 或者为自己争取 或者为自己交好的兄弟 争夺太子之位 这一下子结果出来啊 那太子还是原来的废太子 老皇上觉得呀 这样对这帮皇子的打击 可能是有点过 于是这老皇帝决定 给这帮皇子啊 爵位都适当的提上一提 打一巴掌揉三揉 给这帮孩子挨着个的都难难疼 于是这康熙皇帝降旨 资值复利太子大庆之日 印旨印针印旗 巨著封为亲王 印幼印鹅 巨著封为郡王 印堂印陶印提 巨著封为贝子 而衙门寄传御旨 查理一奏特御 这道御旨上啊 他透露出几个小问题 因为啊 他有几位阿哥没提到 有人说这康熙的儿子多了 没提到的算什么呀 不对 这是针对自老十四以上 所有成年阿哥的封赏 当然 这大阿哥就不用提了 这大阿哥这会儿啊 已经甩了 圈径高强啊 自个儿挨家呢 闷得咪呢 这老二印仁呢 他复利成为了太子 旨意里边啊 自然没有提到 既然是老十四以上的成年皇子 这里边啊 也没有提到老十三印祥 这印祥的事呢 它比较复杂 咱们就留到印祥的那段书啊 再聊它 那么在大家封赏诸皇子的同时 对刚刚得罪过爸爸的老八印祥 康熙皇帝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在这一废太子的事件当中啊 八爷印祥先是被消去了贝勒的爵位 随后不久呢 又被恢复了贝勒的爵位 这康熙皇帝就说了 印祥 留此贝勒爵位 足矣 这一听啊 就能听出来 这康熙皇帝还是恨着老八呢 大大的封赏诸皇子 别人都有份 你没份 这意味着什么 自个儿琢磨去 那么说现在康熙皇帝的心里 到底是什么一个状态呢 我跟您说吧 这老皇上啊 算是让这帮皇子和文武公卿啊 给折腾寒了心了 咱们都没经历过帝制时代 所以啊 不好体会 当时老皇上的心里 可您就记住了吧 这皇上啊 他豪亨惯了 他绝不能按其按憋 这件事啊 就算了 就在转过年来 康熙48年的正月 康熙皇帝降旨 大大身吃了 极力推选老八为太子人选的 马齐和佟国为 这两个人 虽然不是八野党的首领 但是 他们在朝中的地位 举足轻重 身为天下第一 外戚家族的掌门人佟国为 这会儿啊 虽然已经退休了 但是啊 这同半朝 在朝中的地位不得小视 这马齐啊 在满臣当中 有着双重地位 首先这傅察氏啊 是军功重臣的代表 这马齐 又是当朝的宝和殿大学士 他也是满族读书新贵的代表 在这朝堂之上的地位 在这朝堂之上的地位啊 那怎么能说是很高呢 那是相当的高啊 这老皇的旨意啊 是这样说的 今马齐同国为 与印四为党 畅言 欲立印四为皇太子 诸属可恨 朕于此 不胜奋惠 况 印四乃雷谢罪人 其母又系剑族 今儿诸臣 乃福同偏训 宝奏印四为皇太子 不知何意 其以印四拥略 我有知识尚得利比 则在尔等掌握中 可以多方博弄乎 如此策离太子之事 皆由尔等诸臣 不由朕也 如果康熙皇帝这道御址 是发自肺腑的 并且符合当时真实情况的 那么这道御址里边的深意很重 这道旨意 有一点很明确 这一点呢 可能会打击到八个义党 我说的八个义党啊 可不是这个马奇同国为 鄂灵恶 鄂伦代他们 我说的是现在 线下一帮看完宫斗剧之后 比较同情八个印刺的小朋友们 在这些人眼里啊 这八个简直就是个完人 最后八个凄惨的下长 完全是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 对他的迫害 好去 这帮人都横着呢 不允许别人和他们意见不同 我在这儿可不想跟他们争论 我呀只负责给您解释解释 康熙皇帝旨意里 那句关键的话 康熙皇帝在旨意里说的很清楚 你们之所以宝举老八印刺 完全是因为这老八性格磊弱 又没有什么真才实学 你们选他做皇帝 就是为了以后能更好的控制皇帝 分散皇权 居心之叵测 可诛可秘 这里边啊 有一个词不好理解 可以多方博弄乎 这城里的孩子呀 是官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博弄呢 在农村啊 有这么个农具叫博鸡 通过左右摇晃和上下颠簸 为了是去除谷物的稻壳 在北方的小麦产区呢 是为了剥离 卖芒和卖鱼 您要是听不懂啊 我也没招了 我的农业知识和表达水平啊 就到这儿了 意思就是说 一旦老八当了皇帝之后 他就会像博鸡里边的古物一样 随着这些大臣怎么晒怎么博 看似康熙皇帝 这道旨意 深斥的是马其同国为 实际啊 把朝堂上所有宝奏八个的大臣 通通骂了一遍 这帮的大臣啊 挨了窝心骂之后 还不敢言声 因为啊 他们亏着心呢 本来就是这么马的事 可是康熙皇帝这道旨意里啊 也有不厚大的一面 他又把这梁妃娘娘 出身低贱 拿出来说了一回 是一点都不顾及这夫妻之情啊 我们想想也能知道 听到这份旨意之后啊 这身在后宫的梁妃娘娘 和八个印刺 心里是多么样的难受 八个肯定就得想 都是黄阿玛的儿子 为什么您总把这姥姥家的出身挂在嘴边上呢 他再不计 也是您亲自选定的妃子呀 难道在您一国之君的眼里 这夫妻之情真的就比不上这出身贵贱吗 这梁妃娘娘更是心灰意冷啊 她埋怨自己的丈夫 为什么总在自己的出身上做文章 难为儿子呢 因为这个问题啊 印刺从小活的就是战战兢兢 最终又因为我的出身 断送了印刺竞争皇位之路 好好好 那臣妾也不必活着了 要说这梁妃娘娘还是真人意 她受了委屈啊 并没选择自杀 但是也差不多 生病以后 梁妃娘娘拒绝服药 终于在康熙五十年十月二十日 轰事了 被安葬在了大清尊化皇陵的锦陵 非元秦 说句良心话 在九子夺嫡这个事件当中啊 康熙皇帝很被动 晚年的康熙 被这件事情折磨得很是心力憔悴 不过她对待梁妃娘娘的态度 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看来啊 那也真是挺不地道的 这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书不要麻烦 一转眼就到了康熙五十三年的十月份 就在这秋高气爽之时 康熙皇帝决定北巡热和 这会儿的宫里啊 皇太子应仍已经第二次被废 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乖乖的躲到了贤安宫当中生娃子去了 这次北巡也不例外 康熙皇帝还是点了几名皇子随行试驾 其中不知道是有意啊 还是无心就提到了老八印寺 可是接到旨意之后 这老八为难了 因为下个月就是自个儿妈妈的周年忌日 于是呢 他就跟爸爸请假 他说皇父出巡 儿子李英陪同 不过呀 正值自己母亲周年忌日 儿子呀 还是想去尊化皇陵 先给母亲祭祀 然后再去父亲回来的路上啊 迎接圣驾回京 这皇上一听啊 这也没有什么不行 就这么着吧 十一月底的时候啊 康熙皇帝结束了热河的北巡 开始返京 就在十一月二十六日 皇上的鸾驾驻扎在花玉沟 这花玉沟在哪啊 花玉沟啊 就在现在的河北省兴隆县靠北一点 这个地儿啊 紧挨着现在北京的密云区 那会儿啊 叫密云县 这刚把大营扎住 就有太监过来揍爆了 说这儿啊 来了一个太监和一个侍卫 在这儿啊 正等着您呢 康熙说是什么人啊 回主子 是八个身边的侍卫和太监 是派过来啊 给您请安的 并且呢 有礼物呈上 这康熙说 八个呢 他怎么没来 这太监说 我问了 他们说这八个 在您回京的路上 昌平温泉行宫 那后驾呢 就是现在的小汤山附近 说实话呀 这皇上 他有点不乐意 为什么呀 因为这老八 祭祀完自己的母亲之后 出黄牙关到兴隆 过了英手营子 这爷儿俩呀 就见面了 怎么着 你这不先费事 怎么还滴吧滴吧 跑到昌平去了 这东西 你是不愿意走路啊 还是不愿意见我呀 甭管那么多了 别让他坏了我的好兴致 他 送什么礼物来了 这旁边的太监 赶紧说呀 回主子 是两架海东青 这海东青是什么玩意儿啊 海东青啊 是猎鹰 这满洲人啊 嗜好于猎 早在寄居关外的时候 就好饲养海东青来捕猎 这海东青呢 虽然个头不大 可是啊 他在猎鹰里 算是灵性的 既能捕捉糊涂 也能抓这个天鹅大雁 这康熙皇帝 颇爱其社 更喜欢啊 用海东青捕猎 他在他的诗句中 也曾提到过这种猎鹰 羽虫三百有六十 神郡最属海东青 康熙一听 老八给他送来的是他最喜欢的猎鹰 于是兴致来了 就赶紧说呀 快快快 拿过来让朕瞧瞧 可是这康熙皇帝发现啊 这太监明显有点犹豫 康熙皇帝说 你发什么愣啊 赶紧拿去呀 这太监也没办法了 只好啊 把这鹰架给皇上端过来了 为了防止猎鹰受惊啊 这鹰眼上都照着照着 即便没摘罩子 皇上也能发现 这鹰不对呀 有病啊 奄奄一息 已然要死了呀 站在这鹰架上啊 缩着脖子直打话 眼看呢 就要从这鹰架上掉下来了 这皇上说 赶紧把这眼罩给他除下去 这皇上身边有鹰把势啊 当这把势把眼罩摘下去以后啊 这鹰一见阳光 一害怕 巴唧 掉到地上 死了 这康熙皇帝立刻龙颜大怒 因为在满洲 送这种江碧的猛琴猛兽 那是对人最大的诅咒 康熙皇帝心想 好你个老八呀 你这是谋敌不成 恨我不死啊 立刻把宋英来 八个身边的侍卫和太监 按刀帐外是一通胖揍 可是这打了半天 这两个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康熙皇帝就更生气了 那惹定了就是你老八岛的鬼 诚心要诅咒皇父 这下子 康熙皇帝是气疯了 也顾不得皇家的体面了 当着诸位皇子 隶属这些年老八的所有不适 脏话气话是一通输出 他说印似 系心者哭贱负所生 自幼心高阴险 听项面人张明德之言 随大背沉道 密人谋杀二阿哥 举国皆知 一杀害二阿哥 未必念及郑公言 与乱臣贼子 结成党羽 密刑险金 自此 朕与印似 父子之恩 决矣 康熙皇帝 对这个儿子 这次是彻底失望了 皇上要是狠起来 那可真是够狠的 这次 皇上并没有 对印似 采取消绝的惩罚 而是 停了他所有的俸禄 这钱粮一枚 硕大的贝勒府开支啊 我看 够着老八一窍 至此 在康熙皇帝 活着的日子里 这八个印似 是再也没翻了身 一直就战战兢兢 活到了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皇帝驾崩 精彩段落 就在下回 这廉亲王印似 才要改名 阿奇纳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收藏 评论加转发 您记准了啊 资料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